111年11月11日 在台南安平灵良堂 进行敬拜在府城联合聚集 凝聚超过300人 横跨三个世代 也有跨县市国际的父老牧者参与 已经举办超过15年的敬拜在府城 从起初凝聚各教会敬拜团的事工模式 转变为世代同行的家人关系 这天聚集由年长牧者 为终身代领袖披上外袍 宣告传承与祝福 这里终父老所有的 我们会传承给下一代 他们会比我们见更大的事 你们要比我们看见更大的事 终身代会比我们这六代 见更大的事 终身代要比我们上一辈 看见更大的事 终身代愿意吗 终身代你们愿意吗 愿意举你的双手 举手举起来 我们要看见这样的世代 都能够行在你的心里面 有更多的资源 是从神国神的家里面 不断的涌流出来 好叫这个世代能够持续的往前而进 主啊在这个时刻里面 是你恩高释放的时刻 也是在这个时刻里面 你用你的恩高 把我们每一个世代 串联在一起 从我们不老的世代 终身代 以及到少年青年的世代 到儿童的世代 主啊我们在这当中 在你的恩高里面 我们串联在一起 也在这串联在一起的时候 神啊你看我们是一 主啊在这一里面 我们迎接你荣耀的再来 今天这个1111敬拜在府城 看见整个天父对台湾 多年要兴起的一个多代同情 是在灵里面的一个印证 一个大的盖章 我们的一个经历里面 有一种的确定 今天晚上不是只是 人做的一件事情 乃是天上下载 他已经决定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回应 今年的敬拜在府城 青年世代组成的敬拜团 将许多老师哥 用新朝风格编曲 带领会众敬拜 跨世代的敬拜声音 对其天父对教会的心意 要成为以爱为根基的家 以上是Good TV新闻中心 台南采访报道 明镇在这里